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晚上呢送我的几位客人 到他们约定好的朋友家 去拜访他们的豪宴 希望我也进去跟他们喝两杯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驾驶安全需要 所以呢我不能随便去喝酒 他们去拜访客人 我在外面等他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呢 我呢 打算给大家做一段节目 我这个工作性质呢就是这样 比较辛苦 做旅游就是这样 那么我的这个公司呢 主要是一个 私人定制高端游 就是呢不同于普通的这个旅行社 那很多人都讲建民老师你那么晚还在 这个外面工作 这个没办法 因为呢普通的旅行社呢到下午呢就说天黑之前五六点钟肯定结束了 因为你讲美国的这些黑人司机大巴司机 他们不会愿意给你 晚上加班的 但是我呢这个呢主要是叫做高端定制游 一般都是按照客人他自己的要求 随心所欲 那么他想早一点就早一点 他想晚一点就晚一点 他想到哪里去拜访客人呢 我们呢原则上都满足他的要求 那么只不过就说定价也会高一点 因为如果他叫我加班的话 那么加班的费用啊 你愿意付给我这些加班工资 也同时呢我也是希望给客人的服务到位 很多人到这边来的不简单是玩 因为很多有商务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这个一些私人私人事情要处理 他有时候白天呢还不大方便谈啊 晚上呢他们肯定有一些私人朋友约在家里面谈 旅游这个工作呢他只能讲就是你要 要选择就是说什么 要有差异化 因为绝大部分的旅游 大家看到都是能开个大巴车 举个小红漆 拿个小喇叭 一车上下来的大部分都大与大麻 然后到各个景点 是下车拍照上车睡觉 这种旅行呢不是我的公司做的 我公司没有任何一个客户是这样的客户 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私人定制客户 所有的旅程 都是完全按照大家时间约定好的 然后呢按照客人的想法随心所欲的定制 这个早一点晚一点或者是说这个去哪个景点啊或者去的根本就不是景点 他往往就是私人要处理一些个人事情的 我们都是属于这样的服务 所以呢这种服务的话呢他已经完全不完全局限于旅游 有很多旅游之外的服务 这个呢就这个话题不在这扯 下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 还是呢 从伊朗所起 很多朋友都问我为什么 老是谈伊朗问题啊 我可以这样讲伊朗问题 一直要谈 一直谈到伊朗有了最终的结果 因为为什么 因为伊朗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今天 看待伊朗 和 我们未来 迎接中国的这个 街头革命风暴 是完全一致的 伊朗的问题这两天也不断地继续在发酵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伊朗的总统 鲁哈尼 他呢这个有这么一段讲话 他这个讲话呢就说是 尊重 广大民众的 有批评政府和谴责政府的权利 但是他就说 没权毁害公共财务和车量 这是鲁哈尼 在电视讲话里面说的很清楚 特朗总统 鲁哈尼 参与1979年 鲁哈尼是伊斯兰 1979年革命的一个直接受益者 当时在四十年前 1979年发动的这个德黑兰的伊斯兰革命 就把一个好好的伊朗的一个巴列维王朝给推翻了 那么推翻巴列维王朝很多人认为可能是个进步啊 因为那个王朝是不是专制啊 是独裁啊 是对人民鱼肉鱼肉老百姓啊 四十年下来 其实 伊朗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 就说 他们现在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是巴列维王朝所在在任的时候 那时候的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态 哈利维国王统治的时候 伊朗人的收入 是从一百六十美元的 这个 年薪 给增长到两千五百美元 这是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两千五百美元的年薪是很 很不错的一个收入 但是今天 你看 伊朗 鸡蛋上涨已经涨到就是老百姓已经名不了身 百分之四十的人下岗 物价飞涨的结果是 导致了大量的失业 以及伊朗动不动在 整个中东地区 充当老大 去摆出一副 这个他可以插手地区事务 然后又是往尼巴勒 深州党去派遣 他的兵员 又是陷入叙利亚的这个战争 派出了五千多个是 将士在那打仗 光死伤就死了 一千多个人 派了五万多个 这就是伊朗的现状 那么这么四十多年来以后 给伊朗造成的这个 这个 生活 他实际上是回到了中世纪 回到了伊斯兰教对人们思想禁锢的那个年代 这两天 伊朗的所谓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又发表了一个讲话 他的讲话里面 是口口声声 说现在整个伊朗的这场 群众街头革命运动 是敌人策划的 是敌人 企图颠覆他们这个政权 他们这个是个什么政权啊 我多次讲过他们就是一个 政教合一的 神权专制的政权 他和中共是绝对有的一拼的 伊朗和中共都是一样 都是这个叫独裁专制 他们叫政教合一 他们的 教 是用的极端的伊斯兰教 那么 他这个中国用的是马列邪教 那么同样中国是只允许你信马列邪教不允许你信任何别的东西 而伊斯兰这个教他 对他们这个国家 可是一个就是几千年来 长大的一个教会 这个长期的奴役人民和独化人们心灵的一个教派 中国的历史和西方国家包括中东国家的历史呢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在 人类历史长河中 西方国家也好中中国家也好 他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所谓政教合一 所谓政教合一就是一个国家里面 实际上他有两个统治者 哪两个统治者呢 一个是他的教皇 教皇他是从精神上来控制你 让每一个人都强制着 你要信这个教 这个教他宣 他宣称 是人类最高的一个精神信仰 每个人都要臣服这个教 而这个教会的领袖 教主 往往是这个国家里面的最高权力者 那么还有一个所谓国家里这个领袖就是国王 而国王他又往往是和 这个宗教领袖 是两个人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最终 国王是否能能担当国王 或者你国王能不能在你行使这个权力的过程中 能够就是做到那么顺畅 那绝对是要教宗对你的认可 如果教宗和国王不和 最终这个国王一定是会被推翻的 这是中东和欧洲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决定的 而中国是什么呢 中国呢是一个迷信权力的国家 中国不讲什么教不教 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教 包括什么佛教啦 伊斯兰教啦 这个什么道教啦 中国的教也很多 那么中国呢他这个统治者呢就是皇帝 中国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政教合一这么一说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他是根本不在乎你老百姓你姓什么教 因为任何一个教在中国 他取得不了这个控制地位 他顶多是对老百姓找一些精神寄托 很多百姓呢到庙里面去拜菩萨去拜观音干什么 只不过是给自己起财起福 寻找一些精神寄托 他并不能改变自己命运 而他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和尚也好 菩萨也好 他对国家的统治者 尤其对中国的皇帝 没有什么这个影响力 皇帝可以讲 是遇人可以杀人遇佛可以杀佛 中国历史上就是他中国人指迷信的权利 中国历来就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代代皇帝 他靠的是什么 他自己的皇权在统治 至于教会他是觉得是可以利用而已 他想利用就利用 不想利用他就可以把教会捣毁 在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上面 曾经就有相当于这样叫独尊辱术 叫霸诸百家独尊辱术 这是西汉汉武帝开始 因为他们觉得嘛 儒家的学说啊 有利于统治 所以说 从中国 这个历朝历代 都对孔子 都对儒家学说 能够比较遵从来讲 是因为儒家学说里面所贯穿的就是什么 就是维护皇权统治 那么 伊朗和中国这个区别是伊朗长期被教会统治 但是到了巴列维国王的时候巴列维 企图就是要摆脱伊斯兰教 他所以搞过一个叫白色革命 什么叫白色革命 就是说希望整个伊斯兰的 这个伊朗国家 全部呢就是西化 因为巴列维国王是一个非常清美的国王 他当时在他们国家号召大家穿西装 吃西餐 然后呢人缘交往中呢都有这种西式的礼仪 我们可以看到 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 当时的女青年 是非常活跃的 是充满着活力 和这个充满着很浪漫 而且很前卫的 到了1978年的时候 因为巴列维王朝 他由于王权统治 他不可避免的 带来很多什么 是他的专制和腐败 而这种腐败 巴列维国王朝并没有 运用 西方的民主制度 去根治他的腐败 而是呢他企图用他皇权自身内部 来自节 自节身体的方式 来想这个就所谓消除腐败 那么他这个就被霍梅尼为首的 这个伊斯兰教抓住了 核心 抓住了把柄 他们就强调 还是回归我们伊斯兰教 因为我们伊斯兰教是很圣洁的 我们是没有腐败的 在全国上下都对巴列维王朝的腐败不满 所以那时候不管是激进的右倾的知识分子 还是那些左派的低收入者 都呢反对巴列维国王 巴列维就被推翻了 然后霍梅尼他当时在法国流亡已经有了15年 他从法国回到了伊朗以后 立即这个在伊朗推行了他这个政教合议的 伊斯兰的神权 然后伊朗就进入了长达40年的 复辟 所谓复辟就是开历史倒车 走到历史的走回历史 那使得伊朗就完全受到思想禁锢 40年来伊朗人民不断的抗争 希望就说他们能够去摆脱霍梅尼的这个邪教 但是伊朗他因为他这个政教合议国家 他对这个教宗是具有最高权力 同时教宗呢是属于终身制 而且是对国家最高权力的控制人 所谓这个伊朗的总统 虽然是人民民选 不过是在教宗的许可下 伊朗在前台充当一个政治代言人 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 因此尽管伊朗换过几个总统 哈塔米也好 内贾德也好 现在的这个鲁哈尼也好 这些人都不过是 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 以前是霍梅尼 现在是哈梅内伊 他们在前台的一个政治代言人 在这次整个伊朗的这个 伊斯兰革命中 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也好 美国白宫发言人也好 都发表了长篇的谈话 对伊朗人民争取自由 争取打破专制 给予极高的评价 也给予这个极高的支持 伊朗的整个世界 全世界认为 那些良好的人 想要改变 而且 除了大大的 力量的美国 的美国 美国人的美国 是什么 他们的领袖 最多的 这个是什么 使用了 制作人的 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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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这个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也发表了慷慨这样的这个讲话 希望伊朗人民站出来推翻这个他们的神权 这个然后冲破专制然后建立民主 那么伊朗人民这一次的这个运动究竟是一个什么运动呢 很多人认为它是不是就是完全是一个反专制的运动 是立即把对国家能推行民主 能实现一个民主革命的一个运动呢 我们呢要这样看伊朗这个运动首先是一个冲破专制运动 首先他们是反对这个79年之后 禁锢了人们思想40年的这个宗教运动 他们要去除这个伊斯兰这个教宗 要把伊斯兰教让这个教宗建轨去 要人们要从思想上面彻底解放起来 因为这个用用教义来捆绑人民啊 他必然把这个伊朗人民所有的这个信仰 给摧毁他允许你做什么你就只能做什么 他不允许你做什么就不能做你说嘛 所以说你看伊朗的妇女自从这个霍梅尼当政以后 妇女的地位是每况愈下 那么巴列维国王他在执政的时候 妇女是前卫和解放的 男女是平等的 妇女是参与国家政治权利的 而到了霍梅尼这个阶段 妇女是没有资格问 就是参与国家任何政治事务 只可以用黑纱和头巾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 在任何地方你如果随便卸下你的头巾 是会被警察立即抓捕的 要么是判刑甚至是处死 那么女性是没有地位的 所以你看在这一次行动的抗议行动中 我们看到很多美丽的伊斯兰女性 敢勇敢地扯下他们的头巾 然后表示这个对教宗的不满 表示他们直接的抗议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这头巾就像中国人原来头上的一根辫子一样 它是禁锢人们思想 是把人们拉回封闭封建和专制愚昧的那个渠道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次伊朗人民的这个反抗 它首先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 其次才谈到是民主革命的推动 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巴列维王朝 他的这个王朝流亡继承人也有过一个谈话 伊朗人民现在举行的这一场 这个街头革命运动给予大家的赞美 他希望人民有权利推翻教宗 有权利人民能行使自己的权利 伊朗巴列维王朝流亚 它是明确的 伊朗人民要有权利 他们要为自己的权利 他们不能做这些状态 他们不能做这些状态 所以这个制度需要走 这些人的政策 现在是时候要向上 各种政治理论 以来自然而言 以来自然而言 在他们的依靠 在他们的欠缺 他们的欠缺 他们的这个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伊朗这四十年的政教合议的国家 它实际上对伊朗倒退拉回到原来的就是所谓中世纪和开历史的倒车 他和中国的文革很像很像但是他不远远没有文革的那么无耻和粗暴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红卫兵是中华民族这个律史上是最没有修养的这一代人 中国的文革是最最无耻和最有最最这个愚昧疯狂的那个年代 他在整个这个红卫兵他们这个成长过程都处于一种反制的年代 反人类反文明反文化反宗教反传统反理性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反 没有哪一种人类创造出来的人文艺术他们不要消灭的 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红卫兵这一代是最可怜最可耻 也是那最最野蛮的一代可以讲文革的那一代人尤其是女性啊 他们除了穆斯林的这种面纱非洲的那种隔离或者印度的强奸之外 他们没有没有遭遇过那么其实别的所有的这个人类的苦难 红卫兵这一代都经历过尤其我讲的是女性 童年的时候你看他们基本上忍受着饥饿 包括中共建政以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了大饥荒对不对 年纪很小就在学校里面不读书打扎抢 学校里面没有学到任何正确的知识除了搞斗争 在家就是揭发父母在邻居之间就互相挑逗 很小的少男少女就被毛泽东把他们上残下降赶到农村去 在农村受苦受难以后 然后在农村里面为了回程 大部分女性都被大队的干部啊 或者公社里面的这些干部被强奸啊 才能有机会回程 等到回程以后 根本就没有文化年龄又大了 这个时候要工作没工作 要房子没房子 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结了婚 或者好不容易嫁了个男人结了婚 很快就下岗 而且只能是多生子女 为了培养这个儿女 起早贪黑 希望能给黑女儿女创造好一点的教育机会 很快儿女上学开始要收费了 而他们面临的城市里面改革工人全部下岗了 住房开始来不起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些红卫兵的那一代人 都是社会上最最底层 最最可怜 被中共最被顽略的 这个被抛弃的一代 但是这一代人是不思悔改的 到了现在年纪大了 现在你看六七十岁的这些人 他们唯独是对当年 他们到广阔天地里面有一点点怀念 蹭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坏人变老了 现在社会上什么无耻的事情 都是这些老年人干的 你们一看出这些红卫兵 现在仍然保留着他们当年的基因 很疯狂 而目前红卫兵一代 在中共的高层 已经掌握了高层的权力 中共高层的这些很多领导人都是红卫兵出身 那么这些红卫兵现在在干什么 为共产党占好最后一班港 你看看这个什么朝阳的这些大妈 这个动不动去这个向党汇报 动不动去抓卖营嫖娼 动不动去这个要所谓帮助他们搞维稳 其实这些大妈都是低端人口 为什么稳 维稳就是围到他们头上 你一天到晚就说认为这个社会上有那么多敌人 就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共产党给你们灌输的这些 就是这些洗脑 这一辈子就让红卫兵们改变不了 当今社会所谓正能量就是为君王唱战歌吗 负能量就是为苍生说人话 结果什么结果是拍马奉承 讲这个所谓正能量为君王唱战歌的人可以在朝上围观 而仗义之言这个能为苍生说人话的人 现在被共产党囚禁入狱 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现实 所以说中国就是一个颠倒是非颠倒黑白的这么一个社会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这样呢 你可以看到中共建政以后就不让你塑造敌人 他这个塑造敌人的做法和希特勒当年的做法没有什么二致 因为希特勒统治德国人 他用的方法就是要给你们这个建立爱国主义思想 跟中共一模一样 而愚蠢的爱国主义呢 他一定要给你一个假想敌 因为希特勒很聪明 他认为这个要蛊惑人性的法宝就一定要煽动仇恨 他自己知道这个恨比爱啊要容易的多 动员民众 希特勒说过绝对不能用爱 一定要用仇恨 仇恨是最好的邻居力 所以他告诉广大德国民众 是犹太人抢了德国人的饭碗 是犹太人抢了德国人的工作机会和德国人的面包牛奶 所以德国人一切的不幸都是犹太人造成的 所以在希特勒的宣传下 这个 就造成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这个仇视和屠杀 那共产党一样 共产党建国以后就开始告诉你 我们的敌人是美国人 是美国人扶植的蒋匪帮 蒋介石政权 所以共产党塑造的敌人是美国人 那么霍梅尼塑造的敌人也是美国人 包括你看哈梅内伊最近的讲话 仍然认为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德黑兰的这些街头运动 都是敌人精心策划 而伊朗的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国和以色列 在他们树立了这个敌人以后 就把人类造成的一切 他们自己用专制给人民造成的各种苦难和灾难 都把它变成是这个美国人造成的 所以他们要求大家仇视美国人 伊朗和中国就是非常非常相似 他们共同之处很多 除了是政教合一 伊朗是讲伊斯兰教 中共是讲马列邪教 其次就是号召人民 共同树立的敌人都是美国人 再次都是有互联网封闭的 有防火墙的国家 然后就是对人民不断的进行洗脑 而伊朗和中国又同时都是世界上 支持这个恐怖主义 支持邪恶核心 支持北韩搞核武器的 中国对伊朗是一直是支持的 在一带一路的计划里面 中国的中信基金和国开航 给伊朗有250亿美金 现在伊朗证据动荡 这个250亿美金 我看是岌岌可危 能不能收回来 能不能获得 它这个里面应有的本息 是非常危险的 习近平到处撒钱 他是不考虑 这个资金送出去以后 对国家对人民 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的 中国前面有韦瑞丽娜 有百亿的亏空 后面又给了利比亚 有千亿的投资 习近平他挥霍老百姓的血汗 可以讲毛泽东如果 毛贼如果地下有之 他都会自贪妇孺的 所以说这个中国啊 这个历朝历代 在这些这些无耻的这些统治者 他们总是这个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总结过自己的这个总结过自己的错误 他们总是满横的这个运用他们的权力 所以权力在统治者眼里面是绝对傲慢的 无论这个专治者是哈梅内衣 是鲁汉尼还是习近平 专治者永远都是傲慢的 这个历史上隋阳帝灭亡的时候 唐太宗李世民翻阅隋阳帝的首记 看到隋阳帝的这些批阅的各种文章 他大吃一惊啊 他就问他也像魏征 他说隋阳帝讲的都是摇胜之语啊 怎么会隋阳帝会灭亡呢 魏征就告诉他 讲的是少摇胜之语 但行的是节奏之识啊 蒙蔽百姓宇宙天下 哪有不亡的道理呢 所以历史的规律 就是循环的天术宿命 要想真正步入国泰民安的这个良性渠道 只能是是民主化的政治体系 捍卫自由和平的这个普世价值 你习近平就是 就是中国的大毛拉 就是中国的霍梅尼 就是中国的哈梅内衣 他一天的晚就靠着他自己那张嘴去混世界 什么领域他的人知道 艺术的科技的商业的农业的军事的历史的考古的 你看看他背着那么多书单 我每次看到习近平背着那么多书 我就感觉好笑 我青年时代就不过 曲游记 马克波罗游记 左秋名 左传 我的故乡 纳楚克 道尔基 鸡谭加利 园丁级 飞鸟级 青月级 泰克尔三国演义 水浒传 老子 红子 莫子 孟子 庄子 富尔泰 孟德斯鳩 彼得罗 卢梭 圣西门 蒙田 弗利叶 拉丰丹 萨特 斯坦达 莫里埃 大中马 迪果 巴尔扎克 佛罗拜 乔治桑 莫伯桑 小中马 然而让 罗兰罗兰 杨子球 卡西莫多 希勒哥德 海涅 莱布尼兹 黑格尔 康德 尔巴哈 马克思 海德格尔 马尔库赛 我还读过 托马斯潘 联邦党的门集 常识 索罗 惠特曼 马克图温 杰克伦敦 海明卫 老人于海 显奥斯宾 华兹 法兹 迪更斯 猫 福尔摩斯 卡尔马克思 佛里德里希恩德斯 拜伦 雪莱 肖布纳 佩根 克伦威尔 约翰洛克 托马斯莫尔 亚当斯密 李约瑟 阿诺德 汤因比 双城记 乌都孤儿 显爱 鲁宾森 漂流记 汤贤祖 牡丹亭 以南科记 紫差记 谈丹记 沙士比亚 威尼斯商人 中夏夜之梦 罗米欧与朱丽叶 第十二页 利尔王 奥赛罗 麦克 白斯 谢谢大家 这些书你真读过吗 或者你读了这些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 你读的这些知识不都是姚圣之源吗 何以你中共现在到了这个就是王朝岌岌岌可为呢 你中共焉有不亡之礼呢 我可以明确地这样讲 粉苏坑辱 削天下兵器 修万里长城 秦朝不是照样灭亡吗 东厂西厂 鹰爪遍地 又是薄皮 又是抽筋 朱连九厨 这时候大明朝不还是完蛋吗 闭关锁国 愚民致死 八七子弟大搞文字语 这个清风不识字 何故乱翻书 大清王朝最终不还是覆灭吗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中共那么强大 有些强大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很虚弱的 不管你共产党讲的你什么三个自信 五个自信 什么武警从国务院的权力里面收回 都归你习近平一个人领导 你习近平现在领导的中共政权充满的欺骗和谎言 你最终的结果一定就是完蛋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简单说到这里 因为我的客人马上就出来了 我们下次有时间再谈 谢谢大家